印象当中我会觉得唱歌 可能就是拿着画桶唱歌 站在舞台上 就算不仅仅是唱的话 至少绝大多数时间是唱歌 但是真的当艺人之后发现 原来不是这样 原来每天只有很少的时间在唱歌 也可能说我一整天做的事情 都没有跟唱歌有很大的关系 就那时候我会觉得 我很在乎我上台唱歌的状态 张颖颖用真诚唱出每一个音符 用心唱着歌里的故事 两年后 他仍然用这份真诚对所有人说 我不想说是感谢是歌迷还是良粉 我想说感谢我的质疑 两年前 当我站在舞台上的时候 大家说 哎 亮影 你说一句话拉拉票好不好 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可能有一些话对我来说难以 难以说出口 但我当时说了一句话 我说希望大家把耳朵借给我 所以 所以两年以后 我还想说一句话 把你们的耳朵借给我 这就是张颖颖 一个用心去唱歌的女孩 那么今天她又带来了什么呢 但我还没能够结束 亮影今天也是带了礼物来的 有新专辑 同时这个新专辑也是她签约新东家之后一个新作品 而且在这个里面有风格上的很多的变化 说说吧 这里面这个专辑里面的那个歌曲 歌单里面 亮影的最喜欢的那首歌 因为我比较喜欢 我刚刚讲说我们都辜负了爱 然后大家好像比较喜欢 如果这就是爱情 但是我真的每一次出歌的时候 我真的希望大家 因为风格其实有很多不一样的 我希望大家都能在里面找到 自己适合的 不管是那一部分那一首 我觉得我都会开心 Cuz I believe Cuz I believe 每个呼吸都有意义 失去的太多 没有时间叹息 再迷惘也继续 Cuz I believe Cuz I believe 你说的一切 我的想起 你握着我的手 看着我的眼睛 我比谁都确定 你的心 亮影跟我们有讲的时候 就是自己录歌的时候也特别开心 因为在那个歌坊就已经能找到 那种开心的感觉 也完全不一样 这次录歌录得特别嗨 而且要特别非常非常地感谢 我这张专辑的制作人 阿迪亚 阿迪仔 她在音乐上面有非常多新鲜的想法 从前期的编曲上面就可以感觉到 她非常多的想法 然后录音的过程当中 会有很多非常非常阿迪亚的方式 然后表现在歌曲里面 教会我很多对于快歌的一些表现方式 有着金曲歌王称号的阿迪仔 也曾担任蔡依林 我们的脑中先想过一遍 我们有请亮影给我们带来 专辑的一个音乐串烧 首先第一首歌曲 《我相信》 热 我感到快乐 我感觉好热 饱满的能量 就快要沸腾 关不住自由的快门 不管犯着这一刻 我要还不能等 蠢蠢欲动的灵魂 就这样好了 答应了 我要很快乐 尽量唱着我们的歌 在你的世界我偶尔之 I do I do Oh my love I do Oh my love I do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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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汉歌 我唱 这首歌 你身后我 该出手时就出手 风风火火闯就走啊 我只是个传说 我只能用这一句 表达我真情意 还在现场原唱的认识 没有 不是原唱 是 有没有听过这首歌吗 在那个 《东城西九》 《东城西九》里头就有 对啊 我继承那个歌这个传说了 就是那个木头 它就 它就 木头 没吓到你吧 这个它的东西跟我没关系 但真的亮你的每一首歌都很好听 那就让我们看看这些好听的歌 梦后的那些好玩花戏吧 就是我拍 昨天有个镜头 我是坐在观众戏 然后右边是灯 左边是摄像师 所以我化妆师没有办法过来 还从前面跨过来 就一跨就卡在那个位置上面 动不了 然后他们终于没有DV给他拍下来 特别好玩 就是在台上的时候拍在舞台上面的那一个状态 就是会有很多镜头是转起来的 所以摄像师扛着摄像机 后面有一个人拉着摄像机的线 要摆线嘛 然后还有两边拿反光板的大灯的 所以我前面有十几个人一直围着我 就像老英周小鸡那个游戏一样 跑来跑去 就特别好玩 还有拍照啊 摄影 其他做工做技術的摄像 大家都玩得特别嗨 这状态特别嗨的时候 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会手舞主导的去唱吗 就是我会唱到在棚里面跳舞 就是唱想热啊办不到啊 在里面一个人嗨 他们在外面看我 自己不合作就是爱情 本来就不公平 没有 你跳得太好看了 我一点都不觉得你是在跳上舞 不是 因为相对于你这个动作来讲的话 你已经跳得很好看 相对于我自己在棚里面的动作 就完全就像周围没有人一样的风 是什么样子 现场可不可以磨掉 我已经要回了 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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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我先讲 来一下吧 我们一起来 那这样吧 你让我跳一段 然后你也跳一段 我可以跟你学 跟我学是吗 你看一下 跳得比我们好啊 托斯基有一个经典的动作是这样的 是这样吗